我現在在打哈佛音波 我已經打了半張臉的 超有感的 提上去的 哇 我現在蠻要 這邊卸了一陣剛幫我打了半邊臉 讓我跟這隻臉對比 這裡的自詢室好溫柔喔 妳是自詢室嗎? 我不知道 我現在做很多 大家忙不過來的事 okok 我打一個舒緩的點滴 就是 會讓我比較鎮靜 指痛這樣 講話有點 我現在開始錄因為 發生很緊張 又有點牙齒痛 等一下就要打這半邊臉 眼睛也蠻明顯的 就是 左邊整個 踢上去 看出來嗎? 好 妳脖子要稍微仰高一點 對對對 我現在右邊要開始了 我覺得比鳳凰電波少 20倍的 很好很好 可是耐痛 能力有提升很多 周醫師會願意入鏡嗎? 好 好 稍微比較大 不要深層的 然後 可能會針對我們一些 比較深層的靜摩層 有一些 脂肪層 好燒 等等 再寫手緊 好 來開始囉 好 可能會稍微痛 按來按一下囉 有幾個地方還是有點像燙燙的燙燙的感覺 可能沒辦法完全又不痛 我覺得影響到咽喉 對 因為我們在貼著妳的那個皮膚 它像籠子的效果 妳還好嗎 嗯 嗯 我們6.0的探頭打完了齁 我們就要打4.5的探頭齁 4.5的話就針對我們那個 Smart Steam Mode 然後在貼著我們的後面部跟下面部的一個收緊提升 這個 音波打的比鳳凰還要再深對不對 對 因為鳳凰的深度只到4.3mm 然後我們現在 音波好像其實 我們剛打的探頭是已經打到6.0mm的深度 現在就打4.5 也是比一般的 鳳凰再來的再深一點 但是臉的部分一般就是大概在嘴邊露的地方需要把它比較深澄 對 不然大部分應該是4.5 3 這些探頭是為優先 好 這個會有膠原蛋白也會增生嗎 對阿 好 接下來是檢果探頭打 我現在打3.0的探頭 要打1.0的探頭 要打1.0的探頭 然後 海浮的探頭好多喔 來 去幫你摸一下凝膠 眼周是不是 對 我差點就要幫你摸了 我今天沒有人幫我打 你要幫我打嗎 好凝膠 來開始 會痛再跟我們說難喔 3.0的探頭 這個就是一般 是 方法也能打到的深度 然後這個探頭 嗯 嗯 真的是就是靠近骨頭的地方真的比較敏感 打到骨頭的地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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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這個 它這個 4.5用450 3.0用200 對 2.0的探頭 用300 6.0的探頭 用200 火花 這個就可以看到它的動物 這樣子 喔 海浮3最新的對不對 對對對 OK OK 很棒 Yay 現在打完1200條了喔 目前也沒有腫障感 有些人會腫對不對 對啊 但是蠻少數的 嗯 嗯 這點底實在太髒了 今天是我打完海浮第6天 這整個就是 覺得 就是 原本 垂的地方都上去了這樣 好神奇喔 然後我約了28號回診 給醫生看一下 我的 腹炎的情況 我跟你們說 我覺得最 我覺得最明顯的地方 就是我的雙眼皮 就是 就是 當下打完它眼周 就是這樣 滋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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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之後 我的那個蒜皮原本就有點這樣 有點像 有點小 然後打完之後面就 線超明顯 我覺得超神奇 現在我已經視我大完海浮雲波大概 第三周 今天是第23天 然後 大家看一下我的臉 這是現在是有上妝的了 我覺得已經 今天已經沒有壓痛的感覺了 很少很少 basics 比如說洗臉 洗到某一個小 比如說邊邊才會有點刺激的 那我覺得 嗯 就是 嗯 像之前講的 就是我的雙眼皮還是一樣 就是很 整個就踢起來這樣 我覺得效果很好 已經不用再回整了 嗯 看到我的輪廓線嗎 就是超級明顯的 今天是我差不多打完 派福音波二蟎 大概兩個月左右 兩個月又 可能三四天 然後我自己 每天看我自己其實 嗯 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 一回去剪影片 然後看到那個鏡頭裡面的自己 其實真的差蠻多的 就是我臉真的 整個就小的一號 然後整個 兩邊都是這樣提上去 我覺得 真的是 像醫生講的一樣 到兩個月左右 兩三個月左右 是整個狀態最好 最巔峰的時候 那唯一小小的一個缺點就是 我這一邊的臉 這一邊的顴骨 到現在 我如果洗臉什麼的這樣 稍微這樣壓到 還是會有點刺痛 然後有時候那個刺痛感會讓我有點嚇到 想說 欸 怎麼過了兩個月怎麼還會痛這樣 但我想 我覺得這就是每個人的不一樣 那我也沒有 除了一點點痛以外 也沒有影響到我的生活或什麼的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那我這邊再重新梳理一下 整個打的那個 恢復的過程 就是打完之後呢 我打完了 我大概腫了 應該有一個星期 就是我整個骨項 就是這種 看到這個骨頭有沒有 都已經不見了 就整個腫起來 那當下就會覺得 欸 好像沒有很明顯 然後可是後來拍照的時候 超級明顯 就是整個跟別人拍照的臉超腫 然後那時候只好一直 騙別人說 是因為我去拔智齒啦 我去拔牙啦 才會腫起來 嘿嘿 那因為這個不是業配 所以 再說我的名字 我不會全部的打出來 我打的是一千兩百發 一邊各六百 然後 也要打到脖子這邊 一條大概四十五塊 總共是大概五萬四百 五萬四千元 講錯 那自己做完就是 在前年底 就結婚前做的那個瘋狂電波之後 跟這個海浮音波比較 我覺得海浮音波真的是 接受度可以比較高 比較不會痛 那瘋狂電波我覺得真的是 雖然打完當下臉笑了一圈 馬上見笑 可是還是 就是那個痛是 我覺得如果不麻醉真的是很難忍受 那我那天的時候是沒有麻醉的 所以還在猶豫要是電波還是音波的 醫美小白們可以 建議 我覺得如果是以體感的感受的話 英國會是比較入門的 但是還是要聽從醫生的建議啦 就是看你是皮鬆還是肉鬆什麼的 適合大家什麼樣的電波還是音波 那現在市面上有很多種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 然後大家都可以從診所出來之後 就美美的維持一兩年再去受罪囉 今天就講到這邊 希望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的話請幫我按LIKE加訂閱開啟小鈴鐺 謝謝掰掰 掰掰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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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謝謝 我們 感谢观看